大家好,我是文明 昨天北京郑主席他们开了一个会 他整个新闻报道的内容很多 时间很长,我看他新闻播的 然后你看他新闻播 你就能够感觉到整个中国目前的情况 真的是很悲观 整个困难的是非常多 然后这里面他报道的有一段内容 我觉得非常值得咱们关注一下 这段内容我简单给大家念一念 然后咱们自己来分析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目前中国的管理系统 它的这种混乱的状况 这话要这么说到 有段这么讲说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 我们这么大一个党 这么大一个国家 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 就会出现各自为政 大家听好了 各自为政 自行歧视的局面 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他这里面提到了 各自为政 自行歧视 这样的话 说的已经很直白了 然后他还说什么 说这个文章 这报道说什么 说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要坚持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 形成和声 绝不能荒腔走板 变位走调 你看这话说的 就是要形成和声 不能荒腔走板 变位走调 然后他有这么一句 说 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 以党的方向为方向 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 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时常对标对表 及时校正偏差 说到这儿 大家应该已经很明白了 对吧 你谈什么 就是说 各行歧视 对吧 各自为政 就说明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了 对吧 你谈说什么 不能荒腔走调 不能什么变味 他就说明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 已经很严重了 要否则的话 你不至于在政治局的会上 这么公开的去讲 也就是地方政府和北京 很多方面的做法已经不同了 但是这里面 就是说 不是说地方政府 我觉得不是说地方政府的官员要造反 他这里面具体是怎么回事 一会我再接着说 然后他这里面不断的强调 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什么党中央禁止的间接不足 他这里面的党中央指的是谁 其实说白了 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想表达这个意思 就是你们得听我的 我说什么 你们得去照办 对吧 我说什么 你们得坚决去执行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这个事情 我看完以后 我就这样想 就是说地方的官员们 他也没有那样的胆量 去反对习近平 对吧 跟习近平对着干 但是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什么 就是躺平 对吧 我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我就摆烂 对吧 我就不干 对不对 他们很多人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情况 整个就是越来越多 集体这样的罢工 那习近平现在真是急了 就只能公开出来 把话挑明了 对吧 就这么个意思 那集体官员的想法就是什么 我就不干 对不对 我就得过切过 对 你还能把我怎么立 就这么一个状况 就这段时间 大家知道整个北京的政策 变化的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从毛泽东路线 切换到改革开放 又这个总抗政不动摇 又切换到这个 就是全面开放 那很多地方官员 他有很多怨气 对不对 你这政策 对不对 早晚都不一样 昨天还总抗政高喊不动摇 今天就全都动摇了 他们也感觉无所适从 那我们以后工作怎么办 今天我跟着你开放了 然后过两天 对吧 下个月 过完年 你心情不好了 你又总抗政不动摇了 我们再改过来 这样的话 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是说习近平 他在整个官员当中的威望 就没有了 当然无存 对吧 你说让人家听你的话 你起码得让人家敬你 不能敬你 得让人怕你 现在这个东西都没有了 既不敬你 也不怕你 心里还很反感你 甚至瞧不起你 就你这水平 你还领导我 对吧 我上一个比你做的强 可能有些官员 就是这种想法 知道吧 但是就在公司里边 可能大家偶尔就 有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样的干部 官是挺大 然后这个就是说 官衔也挺高 但是他说话 人就不愿意听 表面上都对付他 知道了 知道 王总 李总 知道 但心里面想 我才不听你 下去就给你 对吧 就让人家自己那套 就走了 或者是不给你好好干 就这样的关系 他其实是很无奈 他一旦失去了 这种就是说 威望 或者是别人 对他的敬与怕 他就很难 往下去工作了 对吧 那好 如果你做不到 让人家怕你 或者敬你 你有钱也行 对吧 你给大家发钱 对不对 把钱给大家 就是这个 看着钱的面子上 看着利益的面上 他也可能会 就跟着你听你的 但是现在关键是北京 没有钱了 习近平手里没有钱了 对吧 地方赚五都没有你下锅了 就在几个月前 当时五月末 当时开十万大会的时候 当时李克强就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中央财政 基本上大致的意思了 由于比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钱 其他的钱 就你们自己看着办 你没有钱给人家了 对不对 第一 人家不怕你 第二 人家不敬你 第三人很反感你 心里还瞧不起你 然后这个时候 你还不给人家钱 不给人家钱的时候 你还让人干很多活 而且要对你非常忠诚 你说下面的人 是什么心情 他根本就不会给你好好干 对吧 表面上他会装 说习主席 在你的英明领导之下 我们从一个胜利 走向另一个胜利 对不对 然后你的习主席的思想 放光芒 对不对 但是主席 你看现在难度太大了 我们这你看 一二三一百 甚至可能演技好了 再流几滴眼泪 你看怎么办 习主席 我确实是想跟着你好好走 但是太难了 能不能帮我 就这么这个态度 但心里面想了 是什么呢 我再不听你那套 对不对 跟你弄 我回去该干嘛还干嘛 就这么个 整体就这么一个情况 习近平是一点招没有 这里面还有个大环境 就是什么 大家都这样 如果说只是一个地方的官员 他干不好 他不听习近平的话 或者他在那摆烂罢工 他不敢 因为大家旁边的人都会看着他 习近平受着他也容易 但现在这个大环境都已经形成了 大家都是这样一个心态 你也这样 我也这样 那大家咱们就一起来 对吧 你在这躺平 我躺的更平 你烂我比你更烂 大家就是互相比 那你说怎么整 习近平这事就不好办了 真的很难办 大家也不是说反对你 我也不是说要造反对你的权 那权我也不想要 对吧 就你就这个烫手的山椅 我也不想接 但是呢 我这边呢 还得保住我的饭碗 我这边呢 工资我得拿 对吧 对 奖金 我得想办法吧 把钱都搂到自己兜里面 对吧 我也不走 然后呢 你就看着办吧 你自己想着办吧 这国家不都你的吗 对不对 江山不都你的吗 对吧 那你来吧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呢 就这个事吧 真的是不好办 习近平他没有解 没有办法解 你没有任何驱动力 可以让人让人家给你干活了 那么在中国当下的情况之下呢 以前我一直强调 就是说在今天啊 整个中国社会是最需要好好管理的 最需要所有的这些官员呢 包括这些公务员 整体就是行动起来 大规模的进入到社区 然后跟民众赶快什么沟通啊 想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到的结局呢 情况呢 是恰恰相反 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太难了 这事太不容易了 我不管了 我一管没准做错了 我这乌纱帽还保不住呢 对不对 我凭啥管呢 我给谁干呢 对不对 这江山都是习近平他们家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习近平不是有本事吗 你不是什么坚决 什么两个确立的 什么决定性意义吗 好了 那你自己确立吧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就是整体上在中国社会的官僚系统 就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他们也都看清楚了 这体制也快差不多了 也不行了 对不对 就都在等呢 等这个时间点呢 对不对 然后呢 很多人都在给自己留后路 能往自己钱装的多一点 我到底就多装一点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有人可能觉得我说的很夸张 我觉得吧 基本就这样 要不没有必要 你说在一个大年底 对不对 要快过年的时候 对吧 习近平直接跑出来说什么 又是什么怎么说 各自为政 自行歧视 又是什么荒腔走板 变位走调 对吧 又是什么 这个及时 这个纠正偏差 什么中与党 没有必要出来说这些 就是这个情况吧 已经非常严重了 你想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中国未来怎么样呢 咱们慢慢看 现在变化很快 咱们慢慢看 好 这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